總統府民主長 當時你做國安會民主長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跟川普總統有沒有信件往來 自從1979年1月1號之後 因為兩國之間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所以兩國之間 元首之間的通信 大部分都是 採取一個所謂non-paper的形式 我想陳委員在總統府服務過 也都曉得這樣的一個form 我就問有或沒有 那這個是一直都存在的 所以川普總統跟蔡英文總統有信件往來是不是 一直都存在的 他們兩個有親筆的信件往來是不是 non-paper我想陳委員也很清楚 大部分 所有的non-paper都是沒有簽字的 我都可以告訴你有了 我都可以告訴你說 歐巴馬總統跟馬英九總統 在那八年期間有相當多親筆簽名的往來 我現在就問你蔡總統有沒有 還有在問你未來歐巴馬 那個拜登總統上來之後 會不會有這樣的回韓回來 會不會讓我們知道 這麼簡單的訊息 是禮尚往來 禮尚往來 所以過去有 你到底今天有沒有一個答案 我就問的很簡單 蔡英文總統跟川普總統有沒有過親筆信件往來 然後再問說你們會不會期待未來 拜登總統也會有親筆信件回韓 這麼簡單兩個問題 我問了五分鐘 就是禮尚往來 有還是沒有 禮尚往來 有還是沒有 過去四年有沒有 當然有啊 有 這一封你看過蔡總統寫給 這個川普拜登總統的準當選人的這個信函 裡面有沒有談到兩岸議題 有沒有承諾兩岸之間未來要進行對話 像這種信啊都是一個禮貌性的信件 不會在這種信件裡面去談 所以你說沒有就對了 你都原則性的回答 我就問你一個有或沒有 為什麼都不能回答咧 我想我已經回答了嘛 你的意思是沒有對不對 我沒有想 外交官從來不會講有沒有啊 我幹了四十幾年外交官 如果我講 我這樣子回答 那我就不配做 那你有沒有否認 這個事情 我想我已經夠回答夠清楚了 真的覺得司法委員會一定要 研你這個藐視國會的相關條款啊 我覺得這邊的官員啊 已經有這個藐視國會的嫌疑了 謝謝